我从去年九月份 八月份来到这里 然后八九月份来的时候 非常的不适应一开始 因为觉得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文化 但是好在就一个月之后 渐渐的就适应了 因为交到了很多的朋友 他们来自全国全球各地 然后说着不同的语言 但我们在这里面都用英语交流 所以我的口语能力 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自己一个人在国外生活呢 要自己做饭 刚一开始觉得很困难 但是人可能就是在磨练中成长 自己去买菜 然后采购一些中国的食品 其实也是挺方便的 渐渐的就觉得这里其实很好 空气很好 风景很美 人也特别的善良 我首先从生活上说吧 就是这里的生活方式 和在国内的有很大的差别 我现在这里在食品方面 然后会和因为英式的食物 和中式的食物 然后差别很大 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要自己做中餐吃 然后生活上还有就是 在这边风景很好 所以我们会有很多机会出去玩 还有就是 然后再说学习方面的吧 然后因为我们是一年的MSC模式的学习 所以课程一般都是会集中在一周上玩 然后之后会有很多的时间需要自己来学习 自己做作业 所以觉得在学习上面有很大的提升 然后还有就是 如果以后会有师弟师妹要来的话 来之前一定要把听力和口语练好 然后这样就会生活和学习就会方便很多 我觉得这一年特别的 就是到现在为止很忙碌 但是很充实 在国内学习的时候 有一些知识感觉是学到了皮毛 学到了一些知识 但在这里更深的感觉就是 学到了学习的能力 觉得自己的学习能力有所提升 因为要自己去图书馆查资料 遇到不懂的问题 要给老师发邮件 要跟各国的同学一起来讨论 觉得自己对于学习的能力 以及那股韧劲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我觉得这是人生中非常宝贵的一份财富 来自我之前是在国内 就是在北京农学院读的食品安全这个专业 大多数的专业课都是关注于食品检测 检验以及科研开发 来到这边我学的是Food Protection Management 很多课都是根据跟金融有关的 我觉得知识量一下子丰富了 回国之后既可以选择跟食品相关的专业进行工作 我也可以做一些跟经济有关的工作 我想这样一下子就扩大了我的就业面 而且来这边之后发现不同国家的人 他思维的模式是不一样的 当你学会跟各国的人一起相处的时候 其实你的思维也变得很多重 觉得事业一下子就会 你就会有很多种思想 当你要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有很多种想法来解决它 上个月去了一趟 因为在英国办签证很容易 所以就去欧游玩了玩 看了看北欧的美丽风景 还有人们的生活 觉得很幸福 然后也很向往 同时开阔了眼界 所以我觉得这是出国旅游 出国留学非常非常宝贵的一点 我觉得对我来说 学习上最大的思想方面的转变 就是英国的学术非常的重视 就是严禁抄袭这一点 我们所有的作业都有百分之十 必须在百分之十五以下的查冲率 所以就是在学习 学术严谨方面 是最大的 思想上是最大的转变 然后还有就是生活观念方面 因为就这边的人 他们不像国内的很多人一样 会追求金钱 追求名誉什么的 他们觉得 首先追求的是生活品质 还有追求幸福